从非典到武汉肺炎 我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才让一些所谓的吃货 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野生动物不是你想吃就能吃的 非典让我们明白了 果子梨是万万不能吃的 武汉肺炎虽病原还没找到 但曾流行于武汉街头的蝙蝠汤 和蝙蝠刺身成了重大怀疑对象 很多人在反省和自责的同时 也急切地想知道 除了这两样之外 还有哪些野生动物是我们要小心的 本期就和大家收益出这种 比蝙蝠和果子梨还可怕的动物 老鼠 从1347年开始到1353年 是欧洲人眼里最惨的六年 一场席圈整个欧洲的瘟疫 让这片土地哀鸿遍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死亡人数只占了总人口的5% 但这场瘟疫却杀死了欧洲2500万人 占总人口的1% 迎起鼠疫的鼠疫杆菌 直到1894年放被发现 而感染鼠疫的镊齿动物 由枣叮咬传染给人 这个经由鼠类枣类传染的途径 也持之1898年 方大百于天下 好了伤疤忘了痛 当年令人闻风丧胆的老鼠 现在却成了很多人餐桌上的美味 亚洲有不少国家都洗食鼠肉 比如越南人每年就能吃掉几万顿老鼠肉 而在我国不少南方地区 也有不少爱吃鼠肉的朋友 有些商家甚至打出了 吃鼠肉能提高免疫力 提高视力等口号 对此 专家提示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 吃鼠肉对身体有益 反而有大量研究表明 老鼠是多种疾病的宿主 事实上 别说是吃老鼠 就算是只接触老鼠 都是极危险的事 因为老鼠身上的病毒 甚至不需要通过叮咬的方式 只需要通过粪便污染食物或水源 就能达到进入人体的目的 那么一只老鼠身上 可能携带多少种病毒呢 汉城病毒 普瓦达病毒 希望山病毒 森林脑炎病毒 冠状病毒等 都是最常见的 最要命的是狂犬病毒 和多种轮状病毒 这些病毒一旦进入人体 轻则可导致肾综合症出血热 等多种出血热病症 动则可导致发热 身体多个组织器官出血 最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可能有朋友要问 现在市场上的老鼠 都为人工饲养的肉食属 风险应该小很多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目前市场上针对老鼠的疫苗并不多 饲养人员也不可能 给每只老鼠打上疫苗 虽然人工饲养手的生产环境 会更干净卫生 但老鼠作为很多病毒宿主的本质 不会因此而改变 所以不管是人工养殖 还是野生老鼠 专家就不建议使用 不应图新鲜 好美味 让自己和家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